你的價值在下櫃投降那一刻已經結束了 這個時代剛好正呈現出一個狀況 我們號稱很自由民主 我們號稱的言論很自由 但事實上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統神慘遭律政辦 聽到關掉還沒有辦法 止損 永久攻進了 可能會鎖臉 接受了綠營的媒體人 都一口的專訪 也要了我們在節目上來一個 大德解 統神認錯然後去和解 盜竊 真的能夠挽作什麼 我其實我一點都不認為 對他們來講 當你真的被打趴的時候 你一直利用價值都沒有 統神確實講錯了話 這件事情 我們開始要思考 在所謂的謊紅領域 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自律的規範 你們有沒有那種詭異的感覺 沒辦法啊 你上這種人的節目 你洗白不了你自己 台灣到現在竟然可以容許一個 公然造謠 電視節目上面呢 完全空洪白話扯謊的人 繼續在主持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pe Piece of Blue 統神慘遭律政辦 統神最近啊 因為有一個爭議性的翻譯 就我們知道黃紫嬌啊 在偷拍網站上下載影片嘛 當中有這個魏成年 事情本來呢 就是黃紫嬌個人的行為 但因為統神覺得呢 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呢就多嘴了幾句 甚至就提到說呢 他也想要插魏成年這樣子 那個插是X 你不要想太多 事情就引爆了他跟誰呢 他首先先跟民進黨的發言人吳征 吳征 就這個在網路上口腔體操嘛 後來呢又跟苗伯雅 范綠的苗伯雅 阿苗 對台北市議員 然後他們呢也在 就等於說在空中呢 又來了一場交鋒了 但第二次啊 其實統神是輸了 完全呢 覺得自己是觀念初 後續的事件發生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首先第一個統神崩潰了 之外呢就把頻道給關起來 據說是他太太003 他太太的這個網號 網路的這個網 網路的譯名就是 就叫003 頻道關掉還沒有辦法 止損 難呢直接被刪除 而且這個永久封禁呢 可能呢會鎖臉 大家可能不知道鎖臉是什麼 YouTube的規矩裡面呢 如果你被直接 他判定他們 判定是重大違規 永久刪除的話 一旦鎖臉未來你出現在任何的頻道 被他AI偵測到 你的臉在那裡 你用其他的分數去開頻道等等的 他會一併刪除 所以這個刪除是連你所有相關的子頻通通刪除 就永久封禁 他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他就接受了 這個綠營的這個媒體人嘛 就是周一空的專訪嘛 然後呢也邀了吳貞啊 在節目上來一個大和解 而且我就記得不久之前啊 統神才以所謂的空戰講師的名義 去幫國民黨散客 因為他只是個實況主 好嗎 他是個網紅 他不是搞空戰的 空戰跟網紅是完全兩碼子 是好不好 那可是我們也知道國民黨啊 就是在這 路山西時代的愚蠢 已經是那個味道已經是滿屏幕 永遠搞不清楚重點 我們也必領引以為戒 就統神有沒有說錯話 確實說錯話 確實有 那他是不是太大乎 輕乎直守所未成年問題 確實在16到18歲 如果是未成年 但是他已經具有一定行為的能力 在我們我國的 這個性行為的法律相關規範裡面 你確實取得了對方的 同意叫做合意性 你知道嗎 你確實是不會有事情 這個是事實沒有錯 可是呢 他把這樣的一個法條 把它轉換成 花錢就能了事啊 這個就是錢的問題 等等等等的想法 那以一個工作人員來講啊 自然而然不太像是 你以前可能 開一個遊戲 講些幹話就過去啊 有些東西不能當幹話 有些東西可以當幹話 這個有他的界限在 剛才我覺得歷史歌很完整 忠誠 原汁原味 各位當然不是葉原汁啊 原汁原味的把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跟大家做了一個說明 各位對我來講這件事情啊 如果我用大帽子的架構來看啊 就是台灣在所謂的KOL 就是所謂的網紅的這一塊的一個遊戲規則啦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想一想 他們不是各位想像的真的這麼的好棒棒 什麼都懂上之天文下之地 歷史歌嘴了兩句國民黨說你請統神 過去我覺得這個當然是需要要思考的 因為統神確實講錯了話 有時候會到一種狀況就是自我感覺良好 我覺得我哇你看我的追隨者來看我的實況轉播的有多少人 我就是神 所以他講了那個X的那些事情的時候 當然他自己第一時間沒 我不認為他故意的 說實話 我不認為他故意的 可是他有沒有說錯話 是有的 因為他不應該犯這個大忌 尤其我覺得對於所謂的未成年的這些青少年或青少女 基本上因為他們的心智 還有各方面的社會歷練 還沒有到達一個成熟的狀況下 統神講這些話 當然該批判 可是第二個我跟他 為什麼他今天會出來 講得很好啊 為什麼他接受周遇寇 然後跟阿苗 對不起 為了還不是什麼 為了十萬塊 為了錢 因為沒有錢嘛 所以我覺得統神的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我們開始要去思考 接下來的整個的遊戲規則 在所謂的網紅領域 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自律的一個規範 你們有沒有一種很詭異的感覺 基本上在這件事情 我唯一可以理解 被接受的只有一個人 吳征 為什麼呢 吳征我不是說他說對哦 或是他站得住腳哦 他道德好棒棒 不是 我現在就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我當然所有的事情 只要能夠無限上綱修理 國民黨修理在野黨 拿統神的事情他去當講師 那是他的責任跟義務 可是今天最好笑的 一個是我們都認識的 一個阿苗還有另外一個周玉寇 各位你有沒有台灣話叫做什麼 你就請貴帖 又堆嘛 各位你看到周玉寇 還不是一樣要炒聲量 你找了阿苗 找了吳征 找了統神來 各位 始作俑者 記不記得 張淑娟 我應該沒記錯吧 披著粉紅色的什麼 幽靈外套 什麼鬼的 你有看到周玉寇 當時候修理張淑娟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濫用網路 濫用資深媒體人的這樣的權限 去羞辱別人 如果說 KOL的統神發表的那些不當的言論 我們該批判的話 那你周玉寇發表這些言論 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你資深耶 你投下裡面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你那些話講出來 你有沒有要負責任 我都不要管你之前 對言親包道歉那種 前居後宮的狀況下 今天統神你去上周玉寇的節目 就周玉寇還說 你話不說清楚耶 我對喔 你終於知道你對003怎麼樣 還不錯耶 各位 你請一個本身就在幹這種事情的人 你去上他的節目 然後由這個人來跟你講 喔 法相莊嚴的說 統神不對 或統神應該怎麼敢 統神說因為欠錢沒錢的啦 第二個阿苗 也不是很好笑 阿苗不想想在自己的那個圈子裡面的名聲 多麼的好棒棒 結果你因為覺得戰勝了一個統神 你今天如果阿苗你可以戰勝我們歷史歌 我跟你講我或許會給你說 你真的有叫小 然後你真的還蠻有Guts的 如果你的對手是歷史歌 你去找一個統神不是這個領域的 當然了我不能說你私下有沒有業配啦 你打敗了統神不是打三歲的小孩子嗎 你阿苗在那裡覺得我心戰神 你去看看羅志祥當時候跟他對戰的時候 阿苗這個如果叫心戰神 我們兩個應該是什麼神 我們可能我覺得是宇宙無敵天天下第一級的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在我們這種內行人的面前 你千萬不要裝神弄鬼 尤其你上了周玉寇 我說他本身就做了這件事情 阿苗自己在那個圈子裡面的風評怎麼樣 你上這種人的節目 你要洗白你自己 你統神你真的欠錢欠風了嗎 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覺得你認錯道歉 我給你按一個讚 說錯話我們女兒子嘛 我就認錯 這個部分我對統神沒有意見 因為你也要活下去 你有家要養 可是你上的節目 你還是稍微有機會的話 我在這裡奉勸統神 你思考一下 你上這種人的節目 你洗白不了你自己 因為我一看阿 你等級甚至是始作俑者 是始祖級的人 你上這種人的節目 然後你要說我真的悔過向善 阿苗打統神這件事 其實那是個大順風 對 那你是順風而打 覺得展現自己真的好棒棒 我是這種行為是看不太齊 第二個當然必須說 苗波威亞在問政 或者是說他的戰力裡面 在綠營至少他們那個世代裡面 我覺得還算不錯的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件事情本來 他只是說一個網紅 在網路上的暴走性的發言 可是因為他牽扯到政治 而且他牽扯到的政治人物 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沒錯 是替民進黨選過立委的苗波娅 那是民進黨呢 這個非常大的 對他們來講很大咖 但是我覺得莫名其妙的 這個魔姐 對不對 魔口姐這樣子 那事實上這個台灣 到現在竟然可以容許一個公然造謠 然後在電視節目上面呢 完全空口白話扯謊的人 繼續在相關的廣電裡面 繼續在主持 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扯的事情 沒錯 就是那一些奉公守法的人 就是見討 就是87分 這件事其實還是這個地方要去檢討 但回過頭來啊 就是說今天統神認錯 然後去和解去道歉 然後去真的能夠挽救什麼嗎 我其實一點都不認為 因為對他們來講 當你真的被打趴的時候 你一點利用價值都沒有 就是這個 他只要你的下跪投降 你有沒有搞清楚狀況啊 你的價值在什麼 你的價值在下跪投降 那一刻已經結束了 沒錯 所以我覺得統神也心裡也亂了啦 據說他老婆也跟他吵架 可有可能是他老婆 希望他不要再繼續弄了 可是我就講 這個時代剛好正呈現出一個狀況 我們號稱很自由民主 我們號稱的言論很自由 但事實上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比如說昨天呢 我講呢這個阿朗哥VS小椅子 這個中東大演戲的這個事情 下坡馬上吃黃標 馬上改標題 你不能寫伊朗VS李瑟烈 你要把它改成代號 阿朗哥VS小椅子 真的啊 對啊 事實啊 馬上改完馬上綠標 我們的世界是很魔幻的 你看的事情 你看表面不一定是真的 那所以當你開始就是在做評論的時候 你以為你可以跟民進黨講民主自由 你以為他所說的100%的這個自由發言 是真的 但事實上都是假的 民進黨的人是非常封建地質思想的 他們對權力的邏輯跟理解 就是停留在上一個時代的那一種帝王之爭 那種公體之爭 所以他才會想要洗敵人心啊 對啊 所以他洗敵人心沒有錯啊 你只能為我是仇嘛 我是主你是仇嘛